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打造魅力居宅 呈现都会女性的优雅质感呢 张凯设计师认为设计是一种 竭力发掘生命性为事物 将生活的美丽与独特 以时商与会呈现专属屋主的空间品味 我们这次就是以一个 所谓纽约现代风为主题 当一个诉求 做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材质 跟一些色彩上面的搭配 那希望可以在像这样 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风格主题 的呈现之下 它可以很完美地兼具 我们的空间的美感 然后包括一些实用性的机能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 它让我觉得很适合 都会女性独生贵族的感觉 因为设计感很俐落 可是当中又带着我们 很温润的感觉 我在猜屋主应该是一个女生吧 我们的屋主它是长年待在美国纽约 然后担任他们的经营公司 一个高级主管 这两年当中找了很多房子 刚好看到这边的一个 河岸景观住的 他觉得很棒 所以你这次在风格上面 怎么把它定调 因为当初找我们谈的时候 我们其实拟了一个 所谓的白色主题 因为毕竟我们是以女性风格 为出发点 以白色这样一个调性 作为全场空间串场的一个 色调的一个设定 像这样一个食材 去做它的一个重点 一个空间的材料呈现 然后再搭配其他空间当中 不同的一些 可能比如说是淡灰色 或者是一些青灰色的 这样一个色调去做穿插 让整体空间的所谓一个白 不失它的一个 活活性跟层次感这样子 这个食材很特别耶 因为我们希望让白色空间 不要失去它的一个 所谓的分量感 所以我们在跟客户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去搜寻一些比较特殊的 一些白色食材 刚好就找到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食材 它就叫做纽约纽约 它这个东西的纹路 跟美国很多当代的一些抽象艺术家 他们的画作 它那一个抽象线条 其实相当吻合的 这真的太巧了 刚好是纽约都会封 然后你找到这一片很少见的食材 竟然也叫纽约 在版面的设计上 做了很多的版 前后大概不下十几种 找到终于是满意的 然后才把这整个图案 送到那个加工厂去切个整个座上去 在整面的平面的板上 做一些不同的一些沟共 跟它的一个凹凸的一面的一个变化 让这个这么大面的食材墙 即使它的浮宽很宽 又不是它的一些细节的层次感 那其实今天这个作品 它整体空间并不算太大 可是你预留了好大一个比例给公共领域 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吧 建商原本给我们客户的格局是两房 一厨房然后一卫浴这样子 所以在客边阶段我就把它所谓的一个书房 或是卧房跟它的厨房部分的隔间全部移除 让整个公共空间看来像一个one run的概念 阿凯你说这一次这个作品 大概实际的频数是20出头频 有这样大的一个餐厨空间 你真的帮它预留了很大耶 它自己其实培养蛮多 它自己是人的兴趣 比如说它很喜欢烹饪这件事情 周末的时候会自己下厨做菜 然后招待三五好友来家里面一起去餐等等 它觉得很营救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如何把这样的一个餐厨空间 很完整地结合到我们的客厅里面 厨房的部分它的面材其实跟我们的地平的 木地板其实在颜色上跟材料上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感觉好像从地板延伸上去的感觉 这样就可以消弭我们对于一个 很生硬的厨房的一个吧台的感觉 不过一般我们讲到开放式厨房 最大的过滤就是很怕油烟味 其实油烟的问题是很多那种 开放式厨房最怕的一部分 因为街上给我的房子 它本身是有做全轮交换系统 那加上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可以把厨具安排在靠近 它的后阳台的窗户的部分 除了现有的排油烟系统之外 我们当初在做设计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像刚刚说很强调 帮它作为一个空气清净的这样一个设备进去 我们一般知道像一些比如说PM2.5宣布粒子 或者是像我们常常在外面跑的时候 有一些身上 比如说可能会沾染到一些不好的细菌 或者像甚至像流感这样的病毒 都可以经由这个空气氢化器 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滤的效果 它可以让我们空气保持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干净 跟清爽 面对喜爱下厨的屋主 张凯设计师将餐厨空间以开放式呈现 占据工领域近二分之一的空间 因此空间规划上除了机能整合外 美形设计的细节更是如何把餐厨空间 融入到客厅端景的一大重点 餐厨使用规划上为了增加屋主使用的便利性 张凯设计师建议可以选择体积袖珍 并具有流线性设计的净水设备 摆放位置弹性之外 也能如液品般摆设在动线核心位置 让使用动线更加流畅 我们希望可以在整体的空间视觉上达到一个很完美的呈现 那当然包括把这些东西应用在我们的所谓的生活机能上面 我们甚至把它应用到了我们的厨房设备 或者是我们的清净净水设备 或是空气滤镜设备等等 除了一个美好的视觉空间之外 更希望可以带给客户一个非常实用 而且完善的生活机能 原本屋主还担心是否因为开放式的厨房 或是烹饪电气过多而造成空间混乱 张凯设计师透过柜体与枪面的整合 除了让空间呈现一致性 并且适度运用多功能净水设备 让功能整合空间更加轻巧美观 张凯设计师他充分地聆听 掌握了屋主的需求 创造出了时尚都会感 和兼具优雅细腻的空间